这一年的秋天对我来说特别的不一样 我开始懂得用声音去缩短离我的距离 用音符文字去表达心中所有的喜怒哀乐 悲欢离合 我想用声音去陪伴你的耳朵 用音乐去拨动你的心弦 欢迎走进独家记忆 2002年张栋梁因为报名参加吉隆坡的Astro新秀大赛 还演唱了小刚老师的黄昏 让他勇夺冠军 开始走向不平凡的歌手生涯 那么这两项决定更是让他成为了马来西亚 有史以来 第一个还没有出唱片就已经在KTV有热播歌曲的新人 欢迎你光临本期的独家记忆 我是李姿 本期节目呢 我们会一起走进微笑王子张栋梁的音乐世界 我玩整个夏天 柔香并没有好险 开着行驶在公路无际无边 又离开自己的感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情的世界伤害在所难免 黄昏在眉中要语言 你还记得从你口中说出再见 坚决如铁 昏暗中有种烈日做生的错觉 黄昏的地平线 画出一句离别 爱情进入永远 依然记得从你眼中 滑落的泪伤心欲绝 混乱中有种烈泪 烧伤的错觉 黄昏的地平线 隔断幸福喜悦 向爱已经幻灭 Zither Harp 依然记得从你口中说出再见 我爱情进入永远 昏暗中有种烈日做生的错觉 我爱情进入永远 黄昏的地平线 我爱情进入永远 我爱情进入永远 优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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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情进入永远 感情的世界伤还在做冷眠 黄昏在美中要云烟 那么关于张豆良的独家记忆 大概在好几个月前 就已经有一位听友 陶陶给李兹留言说 很想听 但是呢 他又很nice地提醒我说 希望张豆良的节目 可以在11月份的时候播出 在29号他生日之前 可以作为一份特别的生日礼物送给他 我觉得这一个提议非常好 所以在精挑细选之后 我选择了今天 在11月28号张豆良生日的前一天 做这一期特殊的 当你孤单 你会想起谁张豆良的独家记忆 也借助这一个难得机会 跟他说一声生日快乐 我觉得当一名艺人最幸福的事情莫过于 在这一个世界的不同角落里边 有喜欢你的 并且是默默支持你 还一直会记住你的歌迷 以及是可爱的影迷 所以呢 也谢谢陶陶 以及是很多像陶陶一样 一直都这么喜欢张豆良的粉丝们 本期节目呢 李兹会来跟你一起 慢慢地讲述 张豆良的成名故事 那么也欢迎大家 在收听节目同时 把你想对张豆良说的生日祝福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话语都可以通过以下的方式 放送给李兹 首先呢 大家可以通过云火虫网络电台的官网 www.fmyhc.com 微电台 蜻蜓FM 优听radio等方式来收听节目 当然 如果你想参与我们节目互动的话呢 大家可以在先浪微博里边搜索 酸酸甜甜的李兹 来跟微博进行留言 或者是给我发来私信 另外也欢迎你加入到我们听友互动群 我们的群号你可以记一下 107241708 107241708 也欢迎大家可以加里自的微信公众账号 理想空间2014 理想空间四个汉字的拼音 再加上数字2014 在下期节目当中 有任何你想听到的歌手 或者是歌曲的话呢 都可以通过微博或者是微信 给我发来留言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灰色的天空落下了悲伤 伪装了冰黄麻烂片地上 沉默的月光惆怅着过往 泛黄了江山红窗泪积阳 一步一步踏着腐败 一口一口洗净尘埃 独自一人孤军奋战模糊的未来 我是孤傲的王子 做我的故事 有了细时的往事 渐渐消失 我是孤傲的王子 有他的固执 用我倔强的方式 紧紧放肆 作曲 李宗盛 灰色的天空落下了悲伤 伪装了冰黄麻烂片地上 沉默的月光惆怅着过往 泛黄了江山红窗泪积阳 一步一步踏着腐败 一颗一颗洗净尘埃 独自一人孤军奋战模糊的未来 我是孤傲的王子 做我的故事 有了细时的往事 渐渐消失 我是孤傲的王子 优雅的固执 用我倔强的方式 紧紧放肆 我独自一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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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踏着 不爱一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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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气景 成了过去 现在明天 未来我是否还在我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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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很期待 如此一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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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踏着 失败 一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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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具有伤害 过去 现在明天 未来我是否还在我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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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很期待 我是孤傲的王子 做我的故事 用细时的往事 渐渐消失 我是孤傲的王子 有大的固执 用我倔强的方式 尽情放肆 用我倔强的方式 尽情放肆 我们听过这首歌曲呢 叫做王子 那么其实在变成《微笑王子》之前呢 张栋梁又有哪一些难忘经历呢 接下来我们将会是一起来回顾 在1981年的11月29号 张栋梁出生在马来西亚 家里边有两个姐姐 以及是一个妹妹 所以呢 她是家里边唯一的一个男孩 但是并没有因为这一个 让她深受父母的溺爱 反而可能有一点爱之深 责之切 所以父母从小对她是非常的严格 父亲是做生意的 小时候家境很不错 姐弟四个呢 也被照顾得很好 但是呢 做生意就会是有风险 当张栋梁从马来西亚 到台湾世新大学念书的时候 大概读了一年左右 父亲竟然因为生意失败而破产 所以家里边没有条件 能够继续供他读完大学 那么张栋梁只好是休学回家 开始打工赚钱 帮家里边还债 这个时候呢 张栋梁曾经坦言说 家里边把房子卖了 车子卖了 所以相当于是一切从零开始 一开始的时候呢 觉得很沮丧 也感觉到特别茫然 好像人生就失去了方向 不知道接下来应该怎么办 但是张栋梁之后 又是如何走上音乐之路的呢 一首歌曲回来之后 李子跟你分享 终于不再问了 你想要什么 终于不再迁就 你提的每个要求 终于不再执着 终于不再执着 当你一直就离开我 我决定让你走 不要你跟着我受折磨 我怎么会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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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明我微笑着说出 只要你能过得幸福 我就很满足 再用不着承诺 你的明天没有我 再用不着承诺 没办法陪伴你会寂寞 你会哭 我怎么会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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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不舍从前的相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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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能哭 我怎么能哭 我怎么哭 却不要你偏我无助 让你觉得爱我是错 我怎么能哭 有什么好哭 只要你能过得幸福 就算再哭 我也仿佛 得到了祝福 啊 我们经常都会听到说 天无绝人之路 传道桥头自然直 绝处逢生等等等 这些话语 用在这个时候的 张栋梁身上呢 其实也是蛮贴切的 在人生低潮的时候呢 突然间的某一天 张栋梁看到有一个歌唱比赛 于是他抱着试试看的态度 把自己的demo 发到电视台 但是没有想到的是 最后呢 他竟然能够脱颖而出 夺得了冠军 而且呢 也赢得了一个 步入歌坛的机会 这一次的歌唱比赛 可以说是成为 张栋梁人生的转折点 而这次比赛呢 就是我们一开始 讲的2002年 新加坡举办的 Astro军秀大赛 而祝他夺冠的歌曲 就是小刚老师那一首《黄昏》 紧接着 张栋梁就跟Music Street签约 并且开始策划他的首张AP 那么唱片公司为了能够让 张栋梁在表演方面有最佳的表现 所以为他安排了一些俯修课程 比如说正音班 以及是肢体语言课程等等 当然他自己也非常的努力 所以在这些课程修完之后呢 在表演方面 张栋梁也确实有了很大的进步 那么在03年的9月18号 张栋梁终于推出了属于自己的首张EP大碟 叫做张栋梁EP 虽然EP里边只有三首歌曲 但是不管怎么说 这毕竟是他迈入歌坛的第一部 很快一年之后 来到04年 张栋梁正式推出他首张个人专辑 叫首选张栋梁 专辑还请到了新加坡 马来西亚 台湾等地的精英音乐人操刀 其中主打歌叫《寂寞边界》 就是由小刚老师为张栋梁 量身定做的一首歌曲 接下来跟你一起来聆听 《寂寞边界》 我们之间闯进了台 我们之间闯进了台 通舅相爱的一切 别等我们伤痕累累 分手只流了行为 你说决定错了 你说决定错了不所谓 就算后悔也不要我碰 爱的平淡爱的浓烈 都让你憋态 我怎么做 你都拒绝 我来到寂寞边界 爱一世 爱一世前行在趟这些 男人的无情 伤痛都锁进黑夜 我们之间 面对背变 我相信 都锁进黑夜 在想让你 都锁进黑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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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不要我陪 爱的平淡爱的浓烈 都让你憔悴 我怎么做 你都拒绝 过来的寂寞边界 爱意识切 心在躺着些 男人的无尽伤痛 都锁进黑夜 面对背叛又了解 还是了解 寂寞边界 相信的过来的寂寞边界 爱意识切 心在躺着些 男人的无尽伤痛 都锁进黑夜 面对背叛又了解 还是了解 寂寞边界 相信人 还有谁 我来到寂寞边界 爱意识切 心在躺着些 过去的无际伤痛 都锁进黑夜 面对爱情又世界 收拾破碎 寂寞边界 相信人 已学会安慰 我来到寂寞边界 阳寞边界 祝你 不一样的感情 在他心目当中 台湾算是音乐的圣地 早在2000年的时候 张栋梁到台湾世新大学读书的时候 有一次偶然的机会 他参加了台湾一个歌唱比赛 而且呢 也是被一家唱片公司向众 但是当时的条件非常的苛刻 那么当时 惊辉意冷的张栋梁 就放弃了这一次的机会 之后经历了家庭变故 然后又意外地走上了音乐之路 所以我觉得人生呢 有时候真的是充满了意外跟惊喜 那么这些年 张栋梁也非常的勤奋 在新加坡马来西亚 内地香港等等 他都有跑过 唯一觉得有点遗憾的是呢 在台湾他还没有发过片 所以他始终觉得是一个遗憾 那么这一次呢 他的首张专辑来到台湾发片的时候 内心可以说是相当的激动和兴奋 尤其是专辑那首翻唱了 新少年俱乐部的 《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 纯粹动听的声音 使得这首歌曲顺时声明大噪 而且是红遍了网络世界 以及是现实的大街小巷 张栋梁也因此赢得了 华语K歌《小天王》的称号 什么事都想去追 想抓住一点安慰 你总是喜欢在人群中徘徊 你最害怕孤单的滋味 你的心那么脆 一碰就会碎 听不起一点风吹 你的身边总是要许多人陪 你最害怕每天的天黑 但是天总会陪 人总要离别 谁也不能永远陪谁 而孤单的滋味 谁都要面对 不知是你我会偏觉到疲惫 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 你想不想找个人来陪 你的快乐伤悲 只有我能体会 让我再陪你走一回 你的心情总在飞 什么事都想去追 想抓住一点安慰 你总是喜欢在人群中徘徊 你最害怕孤单的滋味 你的心那么脆 一碰就会碎 听不起一点风吹 你的身边总是要许多人陪 你最害怕每天的天黑 但是天总会黑 人总要离别 谁也不能永远陪谁 而孤单的滋味 谁都要面对 不知是你我会感觉到疲惫 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 你想不想找个人来陪 你的快乐伤悲 只有我能体会 让我再陪你走一回 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 你想不想找个人来陪 你的快乐伤悲 只有我能体会 让我再陪你走一回 你的快乐伤悲 只有我能体会 让我再陪你走一回 有一种声音 时而低沉 时而闪亮 时而活泼 时而温暖 有一种声音 是你永远 也抹不去的记忆 2014年 继续爱上 这里的好声音 Fail Fly Radio 温暴虫 仰落电台 有些旋律 总能在不经意间 闯进你的耳朵 波动你的心弦 欢迎继续回到独家记忆 我是李斯 本期节目呢 李斯来跟你分享张栋梁的好听歌曲 明天就迎来了张栋梁33岁的生日 我想此时此刻收听节目的你 如果恰巧是他的歌迷或者是影迷的话呢 一定会有很多的心里话想对他说 那也欢迎你可以通过以下的方式发送给李斯 大家可以在新浪微博里边搜索酸酸甜甜的李斯 来跟微博进行留言或者是给我发来自信 另外也欢迎你可以加李斯的微信公众账号 理想空间2014 理想空间四个汉字的拼音再加上数字2014 回忆充满整个房子 我们的住处 围困我笑也不会茶也不思 一个人晃晃又呼呼 相爱的国度里没有人居住 回忆混乱我的脚步 主爱了出路 证明了你的自私你的贪图 残忍的看着我梦中 平淡的回应我 虚假的不顾 同时心扉记忆的想一寸一寸 想你的冷酷 否定我这些日子以来的付出 不能睡的痛楚 不知名的愤怒 不能相处 只能安静的痛苦 回忆混乱我的脚步 出爱的出路 证明了你很自私你的贪图 残忍的看着我梦中 天淡的回应我 是假的不顾 同时心扉记忆的想一寸一寸 想你的冷酷 风底我这些日子以来的付出 不能睡的痛楚 不知名的愤怒 不能相处 只能安静的痛苦 同时心扉记忆的想一寸一寸 想你的冷酷 告诉我 不再需要 由我来保护 不能睡的痛楚 不知名的愤怒 不能相处 只能安静的痛苦 不能睡的痛楚 不知名的愤怒 不能相处 只能安静的痛苦 平着当你孤单 你会想起谁一曲开始走红 05年的时候 张栋梁正式到台湾发展 成为马来西亚 第一位到台湾街拍 偶像剧的歌手 并且还担任男主角 那么说到张栋梁 饰演的偶像剧的话呢 我想可能第一部出现在你脑海的会是那一部 微笑Pasta 因为这一部电视剧呢 令得它的知名度大大提升 接下来 你最会给你来聆听两首 由张栋梁演唱的电视剧的配乐 首先跟你聆听到就是这一首 就微笑了 梦想和现实的距离无限大 靠近却又不想摩擦 美丽的新世界 地点到底在哪 每人都有不同说法 我的口袋 我的口袋一装满金色筹码 又要笑又是伟大 你睡不着是习惯 听我弹吉他 听我唱着心中的话 因为有你我才想表演 这疯狂世界每一种情节 只要有你我愿意体验 让你幸福的每种叹歇 就微笑了 Merry Love 时间的爱了就相信了 从没去想明天以后的时间 现在就比你永远 就快乐到Merry Love 没关系你温暖笑容 走在人群中 能够和你牵手 我最感动 我的口袋一装满金色筹码 又渺小又是伟大 你睡不着是习惯 听我弹吉他 听我唱着心中的话 我 因为有你我才想表演 这疯狂世界每一种情节 只要有你我愿意体验 让你幸福的每种叹歇 就微笑了 就微笑了 Merry Love 是真的爱了就相信了 从没去想明天以后的时间 现在就平易永远 就快乐到Merry Love 最关心你温暖笑容 最关心你温暖笑容 走在人群中 能够和你牵手 我最感动 有我的一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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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首歌只为你唱 你现在听见了吗 这首歌只为你唱 你现在听见了吗 这首歌只为你唱 你现在听见了吗 而接下来跟你聆听到的是电视剧《微笑pasta》的片尾曲叫北极星的眼泪 作曲《微笑pasta》 上海的时限 爱能不能永远 明天或许来不及别 但曾经走过的昨天 越来越远 被浸心的连累 说不出的想念 原来我们活在两个世界 被窒息的眼泪 你哭红的双眼 被淋湿的诺言 淹没在心里面 我抬头看着爱不见 在等一回 奢望流星会出现 远 如果真的实现 爱能不能永远 明天 或许来不及点 但曾经走过的昨天 越来越远 被窒息的眼泪 你哭红红的双眼 被淋湿的诺言 淹没在心里面 我抬头看着爱不见 等到对的人 等不到对的时间 我抬头看着爱不见 我抬头看着爱不见 被淋湿的红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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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 我抬头看着爱不见 我抬头看着爱不见 08年 张栋梁在马来西亚 举行了首场售票演唱会 叫From Now On 梁静如当时就出任了演唱会的嘉宾 而且演唱会还吸引了 来自全亚洲各地的粉丝 道场助威 那么张栋梁也由此成为了 继梁静如光良之后 在马来西亚开演唱的第三位歌手 而且也是最年轻的一位 因为这一年张栋梁27岁 从清晨到处微笑的惊慌 我知道我不会再孤单 看你为我绽放的脸庞 放在心上 有了你我的世界不一样 童话里幸福中结了忧伤 你是我最靠近的坚强 有你陪我自在的翱翔 抬头仰望 天空变成一座游乐场 世界的明亮 只因为你我听不自己 闭上眼睛 心里想了想 爱是你 不让你离开我的手心 呵护着你 幻想着紧抱在我怀里 只因为你我听不自己 谁愿为你 证明我不再爱自己 如果有一天我们老去 全部不离 回忆里如今只都是你 只因为你 只因为你 童话里幸福中结了忧伤 你是我最靠近的坚强 有你陪我自在的翱翔 抬头仰望 天空变成一座游乐场 世界更明亮 只因为你 只因为你我听不自己 闭上眼睛 心里想了想 爱是你 不让你离开我的手心 呵护着你 幻想着紧抱在我怀里 只因为你 只因为你我听不自己 这样为你 证明我不再爱自己 如果有一天我们老去 全部不离 回忆里如今只都是你 只因为你我听不自己 闭上眼睛 闭上眼睛 心里想了想 爱是你 不让你离开我的手心 呵护着你 幻想着紧抱在我怀里 只因为你我听不自己 这样为你 证明我不再爱自己 如果有一天我们老去 全部不离 回忆里如今只都是你 是你 From Now On 新歌家精选 这张专辑是张栋梁 在白带唱片发行的 最后一张专辑 之后呢 他加盟了华纳唱片 并且在09年的6月5号 发行了个人第五张新专辑 叫《沉默的瞬间》 接下来跟你明天专辑 同名主打歌 《沉默的瞬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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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却为她坠落 两年之后 她又加盟了种子音乐 在9月19日 发现了全新的专辑 《别再惊动爱情》 这张专辑是 张栋梁睽违台湾歌坛两年 加盟种子音乐之后 发行的这一张 结合了音乐跟文字阅读的 全新音乐故事概念专辑 而通过这张专辑的话 你会发现 它的演唱会更加的成熟 以及是感性 指导我们歌迷的内心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别再惊动爱情》 《别再惊动爱情》 你在我前面 回忆多痛苦 又被发现 我不愿 我不要 我不想 在相同的地点搁陷 你的我的 他的旧情花清界线 我过得很好 不要打扰 这一刻安静就好 城市很大 拥有我的失败和味道 城市有时会变强 笑得无法把记忆或笑话 就算假如当时你是他 或者我是他 掌心的地图交叉 谁能保证 看到彼岸花 像不同共有异样 容穿 礼貌的旧情 别再惊动安心吧 不想再为一世感触 以后悲伤 从诺言惩罚 再次付出代价 这几天 这几月 这几年 我不怀念 这一刻这一分这一秒 你在我前面 回忆又痛苦又被发现 我不愿 我不要 我不想 在相同的地点搁浅 你的我的他的旧情花清界线 如果过得很好 不要打扰 这一刻安静就好 我乱伤 我 therapists 这几天 这几月 这几年我不怀念 这一刻 这一分 这一把笔在我前面 唯一多痛苦 又被发现 我不愿 我不要 我不想 在伤痛的地点搁浅 你握的 她的旧情 划清界限 我过得很好 不要打扰 这一刻 安静就好 哇 本期节目真的是给了我太多惊喜 互动平台已经很久没有像今天这么热闹了 很多粉丝都迫不及待地想要李斯传递出他们对洞梁的生日祝福 那么接下来 李斯就会来到我们的微博 把大家的留言一一地送出 不过 在分享大家留言之前呢 李斯想要跟大家说声抱歉 我一直以为今天是28号 所以一直误以为明天就是洞梁的生日 所以呢 在这里要说一声抱歉 是我自己看错了日期 洞梁的生日是11月的29号 也就是后天 我相信这两天 世界各地很多粉丝都要想通过各种平台 向自己的偶像表达祝福 那么接下来 我们来到微博 跟大家好好地分享你们的留言和祝福 首先看到我们一位叫舒玉玲的朋友 他说呢 生日快乐洞梁 时间过得好快 陪张洞梁的第七个生日 那么接下来 看到我们的幼子二青年 他说呢 李子姐姐 我是洞梁的粉丝 想在这里祝洞梁生日快乐 希望能陪他一直地微笑下去 我会一直爱他 那么我们的幼子二青年发了很多留言给李子 他说呢 谢谢这一首爱你胜过自己 洞梁永远爱你 11月29日生日快乐 然后他说希望以后呢 李子可以多放一点洞梁的歌 我想这个以后应该会是有机会的 那么他还接着说 最近呢 男神生病了 表示我们心里边也很忧伤 希望男神能度过一个美美的生日 要一直地健康快乐 还有男神快点发专辑吧 那么接下来我看到的这一个留言呢 也是来自我们的幼子二青年 可是我觉得看了之后呢 会是特别感动 他说心动的瞬间 星光微凉 能够把他的名字串到一句话里边 真的是对他非常的了解 接下来看到一位叫宁宁的朋友 他说呢 李子拜托快点念出来 我想让所有人都听到拜托拜托哦 他说呢 李子我是宁宁 我想和洞梁说 我已经喜欢你七年了 不是谁都可以陪伴在谁身边七年 所以谢谢你让我遇见你 爱上你 喜欢你已经是我住入生命深处的一件事 谢谢你让我今年见到你 嫁一个七年 我相信我们还会一起度过 洞梁生日快乐 我想这样的一段留言真的是非常的感人 而如果是洞梁自己听到的话呢 也一定会是非常感动 接下来再来看到一位叫做 张洞梁11月29生日快乐的朋友 他说呢 祝洞梁感恩节快乐 只想说只要他身体健康 其他什么的都不重要 我们可以等他无数个三年 接下来看到我们被幼儿的一个留言 他说呢 洞梁你一句逆境重生的人最有种 激励着我走过那一个艰难的过渡期 洞梁只因为你是你 所以国洞们都爱你 他说生日快到了 好激动 所以呢 你要好好地照顾自己 不要再生病了 不知道我们的洞梁是否有听到 来自贝罗的一个祝福和愿望呢 我觉得有时候你喜欢一位歌手 不单单是因为喜欢他的歌或者是他的外貌 更多时候可能是他传递给你的一些言行举止 或者是他传递给你的一种精神面貌 会让你感觉到特别地符合你的一个口味 所以你会对他死心塌地 那么接下来我们下来看一位叫做 炎炎爱Nikolas的一个留言 他说呢 洞梁最棒 希望洞梁一定要多注意身体 我们都等着你 支持你 那么我发现看了以上一些听友的一些留言呢 有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地方就是 大家都会很赤裸裸地把自己的爱呢 表现在ID上面 留言都集中在生日快乐 注意身体 然后好好地照顾自己 我们永远都爱你 期待你的新专辑等等 当然也有不少的听友是要想点歌的 比如接下来我们看到张洞梁 11月29生日快乐 这位朋友他说呢 想来一首《世界上最爱你的人》 那么看到我们的幼子二青年 他说呢 想来一首《晒干杯伤吧》 接下来看到我们的宁宁说呢 你自己接下来一首《其实幸福很简单》 还有一位叫做《可以直爱你吗》 洞梁 他想点播的是《幸福的理由》 其实今天的节目呢 让我特别感动的一个地方是 相对于播放的歌曲 我相信可能也上的这一些留言呢 如果是洞梁他自己本人听到的话 会是更下的有感触 也感谢今天所有给李兹留言的听友 包括大家的一些评论和私信 李兹都有意义地收到 感谢每一位留言的你 其实一位歌手或者是演员 他的动力很多时候就是来自这一些 也许从来都没有见过面 可是呢 却一直在背后默默地喜欢着自己的粉丝们 他们分布在世界的不同角落 平时呢 也是各顾各的生活 但是某一些特殊的日子 就会很自然地把彼此联系在一起 比如对于张栋梁而言 11月的29号就是最好的日子之一 我相信有了你们的支持 张栋梁的未来一定会是越走越好 正如是接下来这首歌曲那样 其实幸福很简单 晚风吹 地上有多美 难得时间忽然变得好轻微 你说这是三月的滋味 坏花像枕随着 夜色飞 恨在乎 月光多心目 忘记有谁会在灯火来闪除 千百回 用尽力气去追 月光多心目 原来你早已有爱将我 宝贝 以为最终幸福是像结局般的遥远 宝贝 在不经意之间 它早已如此绚烂 其实幸福很简单 就像你在我身边 静静看着你的脸 也许了个心愿 温暖留在我心前 只是幸福很简单 平安快乐到永远 静静靠着你的肩 感受着温暖 不需要任何诺言 很在乎 很在乎 月光多心目 忘记有谁会在灯火来闪除 千百回 用尽力气去追 原来你早已用爱将我包围 因为最终幸福是像结局般的遥远 却在不经意之间 它早已如此绚烂 其实幸福很简单 就像你在我身边 静静看着你的脸 也许了个心愿 温暖留在我心前 其实幸福很简单 平安快乐到永远 静静靠着你的肩 感受着温暖 不需要任何诺言 始终是快乐也是罪 平准备 平凡 每一刻都有你 值得去挥霍 我不要你 承诺你的 所有 只要我们都记得 同一个幸福片段 其实幸福很简单 其实幸福很简单 照顾你在我身边 静静看着你的脸 续了个心愿 温暖留在我心间 其实幸福很简单 平安快乐到永远 平安快乐到永远 静静靠着你的肩 静静靠着你的肩 感受着温暖 不需要任何诺言 其实幸福就是这么的简单 从一出道就以灿烂迷人微笑 而被我们记住的微笑王子张栋梁 如今呢 即将迈入青熟南的他 经历岁月的洗礼 在个人生活 以及是态度方面呢 变得更加的成熟 所以在他身上散发的魅力 有增无减 节目最后 为你送上这首歌曲呢 名字叫做 爱你胜过爱自己 我们再一次祝张栋梁生日快乐 也感谢独家记忆 一个小时你的聆听 我是李姿 酸酸甜甜的李姿 我们下期见 也能够无所谓 倒不如给幸福多一次机会 我不想难过 你选择了沉默 我们想把感伤轻轻带过 如果能够重新来过 我们又没有把握 只是放开这样的你 并不容易 为何这一切已注定 不争气 这对你着迷的心 留下难堪的自己 伤心我会痊愈 原来这场真意 我输得最沉地 胜利的你却不选择下去 留下无法抹灭的回忆 爱你 伤我自己 不会再后退 也不能再挽回 我们之前的一切 让我对心惨非 要多少智慧 才能够无所谓 倒不如给幸福多一次机会 我不想难过 你选择了沉默 我们想把感伤轻轻带过 如果能够重新来过 我们又没有把握 只是放开这样的你 并不容易 为何这一切已注定 不正经历 这对你着迷的心 留下难堪的自己 相信我会痊愈 原来这场真意 我输得最沉溺 胜利的你却不选择走下去 留下无法抹灭的回忆 爱你 胜利的你却不选择走下去 并不选择走下去 不选择 不选择 这对你着迷的心 留下难堪的自己 相信我会痊愈 原来这场真意 我输得最沉溺 胜利的你却不选择走下去 留下无法抹灭的回忆 爱你 像我 你自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